各位三十三 大福丁首论严经 第一卷的开头 刚刚进入正中分 正中分三档 经中分的三段当中 第一 顿问顿答 全是始终全一 欧南回来之后的顿问 这个文字上次讲过了 现在是讲的佛的答复 第二顿答 顿答 我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是顿是大定总明 先把这个熟楞严大定的总明目 先提出来跟欧南说 所以经文 而是始终在大众中 术金色彼 摸欧南定 告诉欧南 极足大众 上次就讲到 佛伸手 摸欧南的头顶 佛为他摸顶 根据 常随的书里面的解释 说有三种的用意 第一种是安慰 欧南的心 叫他不要怕 不要恐惧 因为他刚刚从磨难里回来之后 心里必定是万分不安 所以先帮他摸顶 表示安慰 让他心能够定下来 不要害怕 这是第一种意思 第二种的意思 是祝福欧南 以后从现在开始讲的道理 你得要好好的把它记起来 不能有所忘失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欧南是多分第一 过而不忘 但是这个时候 他自己刚碰到磨难之后回来 方寸恐怕有多少乱 叫他要把心静下来 好好的听说后边的道理 不要忘掉 忘掉将来结局就会发生困难 这是第二种的用意 第三 摸顶的意思是表示说 那你所问的话 我现在会替你答复 而我所教导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能够使你断货正真的 所以因此之故 佛身手 替他摸顶 表示显示这个慈悲之相 佛的慈悲心 爱护他 那么 所以先摸顶来安危 然后 说话 告诉欧南 跟当时的听众 所以说 告诉欧南 集诸大众 告 就是对他说 事是开始 下文的开始 主要是对欧南 将 欧南是当机 其他所有的听众 大家都希望能够听到佛所说的话 所以同时对全体的听众们说 所以叫做极诸大众 极是并极 下文就是佛说的话 有三摩提 明大佛丁 手愣言王 具足万幸 十方如来 一门超出 妙庄言路 鲁经 第一听 我来 丁礼 福寿 辞职 道路经第一听 就是佛说的话 佛对欧南说 你要求 要说法 教你怎么样子修行 到无上福提 那么 我有 有个三摩提 三摩提 就是山脉 旧意 三脉 心意 三摩提 或者是 三摩提 翻成中国话 通图的翻译 就是等词 就是定 禅定 说我有个修行的方法 由这个定功 能够开发智慧 这个智慧开了 就能够把你内心 所有烦恼消除掉 而挣到本有的 灵敏妙性 所以说 我有三脉 这个三脉的名称 这个定功的名称 叫做大佛顶 熟楞烟汪 这是定的名目 大佛顶熟楞烟 六个字 在前面经题里面 曾略略的说过了 现在简单说 熟楞烟 翻成中国话 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 一切事 就是断环牢 了生死 成佛道的事 能够完成这个工业 到究竟成佛 所以叫做究竟坚固 坚固 只有佛国 佛的果地 才是最坚牢 最坚固 最顽固 最好的 最 这个目标 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定功的名称 就叫做熟楞烟 王者 自在一 得到这个熟楞烟 大定啊 能够自在具备 所有一切的定功 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谓二十五王山脉 乃至八百山脉 所有八万四千法门的一切功夫 所有的山脉 通通同时具备在熟楞烟里面 所以叫做王 也就是说熟楞烟丁啊 为三脉中王 那么这个三脉 叫做大佛丁 为什么就是大佛丁啊 按照经题里面讲 阅众生的性体 本有的佛性 就是大佛丁 现在这里把大佛丁 看作赞叹熟楞烟大定的 这个熟圣的功夫 大是包拨唯一 包含一切法 最为广拨 一个熟楞烟丁 包含整个佛法的定功 统统都在里面 能够断最维系的烦恼 而到究竟成佛的果地 所以叫做大佛 印度法佛陀约 翻身中国话就是抉择 那么这就是始方诸佛修行成佛的究竟方法 以这个手楞烟丁修行 就能够断烦恼 了生死到究竟成佛国 佛就觉悟 这个觉悟是究竟的最圆满的 所以以手楞烟丁修行 能够究竟成佛 丁显示这个山脉是最高 至高无上 因为它包含一切山脉 所以叫做顶 顶就是好像啊 人爬到最高的山顶上 那么就是比方这个手楞烟丁 它是最高的境界 所以叫做顶 以最高的境界来说明这个顶子的意义 所以大佛丁三个字 就是赞叹 说明手楞烟丁的属身 所以叫做王 因为它包含大佛丁三个字的意义在里面 因此叫做手楞烟王 如果以这个定功修行啊 就能够包含一切菩萨道在里面 所以叫做具足万心 平常说的六度万心 故事实践人 若精进禅定般若智慧 这个六度啊 就能包含一切菩萨道的修行法门 一切修行法门统统在里面 万表示很多 同包含菩萨道所修的法门 不是正好一万 不是数目之的百千万亿的万 只是说明它非常之多 包含一切修行法门都在里面 具足就是完备 修手楞烟丁 就是一切修行法门 统统包含在里面 而这个法门 过去现在十方诸佛 都是由这一门呢 而到就近佛国的 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 十方如来 一门超出 妙状严路 说这个手楞严丁啊 并不是我 才修 过去现在十方诸佛 都是修这个山脉 才能成就佛国的 所以东西南北四 围上下所有的诸佛 无论过去到现在的 乃至将来要成佛的 所有诸佛 都是要依这个法门 只有这个法门呢 才能就近十修行的人 到就近佛国 所以这个叫做 只有这一门 没有别的门了 这个一门 等于法法经 比喻品里面所说的 此色为由一门啊 你只要从这个门出去 才能解脱 不从这个门 没有路了 所以后边 经文也说 此事 维神佛呀 一路涅槃门 这是十方诸佛 维神说 十方诸佛 一切诸佛他所走过的门路 已经成佛的 从这一条路达到成佛的目标 将来成佛的 现在也走这一条路 所以我现在教你的方法 就是到成佛的 就近的庙法 所以只有这一门 门者能通一 从此通到就近涅槃 这是最好 最熟生 最圆满的门路 你只要从这门进去 从此就能超出 超出三界 超出九法界 而到就近佛国 这条路啊 是最为妙的 最熟生的 最庄严的 所以叫做妙庄严路 妙 显示这个法门不可思议 所以最为为妙 庄严 显示修这个法门 得到福的智慧 两种庄严 成佛 叫做两族尊 就福族 慧族 那么这个两种庄严都成就了 才能成就佛国 所以这是最妙的法门 而是能够庄严福慧的 能够使福慧究竟圆满的 所以只有这条路啊 才能到就近佛国最圆满 最熟生 所以这一条路就是诸佛所经过的路见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些 鲁进地听 鲁就是你呀 以后这个经文里面 佛对欧难讲话 或者是对听众讲话 这个鲁字很多 呃 鲁 现在这个鲁字就是现在我们平常说的 你我他的你 你啊 以后啊 我对这个鲁字 我把它念成你 神转过弯 神的再解释 啊 为什么如果说鲁经第一听 鲁经第一听 这个鲁我必定要还要再加强 这个鲁就是你呀 就是你 以后我就改念成你啊 不必再解释 不必再解释 哦 鲁就是你 不过字是鲁 你要知道啊 不是我把这个字音改掉 没有的啊 字音是鲁啊 按照呃 这个音调念 就是字是鲁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你 从前 人字旁的你还没出现之前呢 通通都用这个鲁 这古诗古书里面 你我他的鲁都是这个字 那么以后我用念这个字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用你 不用鲁了啊 呃 说这个你就是指欧难 啊 因为这是对欧难说的话 同时也包含全体的听众 哎 你现在 今就是现在 要用心听 地 很认真 席耳恭听 就是华言经所说的 呃 如客 思冷水呀 如风 念好命 啊 要这个最至诚的精神 专一的心 来听佛所说的话 啊 在如今地听 是你 现在要用心的听 这是佛 呃 先对欧难说明啊 以后我会好好的教你修行啊 你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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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